这日本大爷的百年烤鰻鱼真的太香了 这家鰻鱼店在京都已经开了109年 被称为日本第一的鰻鱼店 店长是一位73岁的老大爷 烤了58年的鰻鱼 被当地言称为鰻鲜鱼 大爷说在日本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烤鰻人 要串三年 抛八年 烤一生 大爷最推荐这个人气鰻鱼饭和鸡蛋鰻鱼盖饭 这鰻鱼上还带着淡淡的炭香 这蛋盖鰻鱼掀起来倒是很有意思感 就是这日本的菜量太少 米饭没吃完 鰻鱼已经没有了 大爷说这是他家的招牌日式蒸蛋 这回真的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此刻种丝滑 但不得不说 鰻鱼饭就是地 大爷说因为小时候家里很穷 中学开始就输学出来打工 结果没想到这鰻鱼一烤就烤了一辈子 加油推荐指数